阿都拉曼达兰今天发文告表示 政府自2012年开始推行的一码援助经济化 对解决国家财富分配问题起着关键作用 协助缩减国民收入差距 从而刺激乡区经济发展和提升国内经济 他举例在全球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之际 我国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依然增长了4.3% 证明政府向低收入群发放一码援助金 解决民困的努力奏效 阿都拉曼达兰更反问敦马 土著团结党主席丹斯里木尤丁 以及熟理主席拿督斯里木克里 也曾支持推行一码援助金 那他们是否也涉及贪污 他直指敦马形容一码援助金计划等同贪污的言论 根本是对百万名一码援助金受惠者的侮辱 并强调政府不会为了落实惠民措施 而轻易做出道歉